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如来。 日子就依然能够顺畅地过下去,人到晚年,最担心的事情就是,一旦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,不但自己会吃苦受罪,还会连累儿女。 如果遇到孝顺的儿女,日子还能相对地好过一点,如果遇到不孝顺的儿女,老人的日子就会过得苦不堪言。 那么,人到晚年,当老人彻底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时,用怎样的方式才能让自己安堵晚年呢? 三位老人的做法值得借鉴。 第一位,廖阿姨,我今年83岁,和我同龄的老人们,他们的身体都比我好,能够自己照顾自己。 而我在三年前就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,目前住在一家条件不错的养老院里。 年轻的时候,我就早已为自己养老的问题做好规划,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遗传基因不好。 我的父母双亲,我的爷爷奶奶,我的姥姥姥爷,我所有的知习亲属,他们全部都身体不好,都身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。 我的父母在60岁左右就双双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。 那时候,他们虽然已经退休,但是退休金不足以支付雇主家保姆的费用。 而我每天都要上班,根本没办法请假,所以就无法抽出身来,照顾多病的父母。 父母因为没钱,只好请70岁的邻居李奶奶照顾自己。 他们每月都会把一多半的退休金交给李奶奶,让李奶奶给他们送一日三餐,帮他们清洗床单被入。 李奶奶奶毕竟是70岁的老年人,精力有限的她,做不了太多的事情,所以就照顾得十分马虎。 父母天天躺在床上忍受痛苦,叫天天不应叫,弟弟不灵,直至最后完全放弃了生的渴望。 他们用绝食的方式虐待自己,只为了尽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父母的惨死,给我敲响了警钟,为了避免走父母的老路,年轻的时候,我就开始努力挣钱,为自己尽量多地存钱。 就连儿子结婚,都是用他自己存的钱买房,我并没有给他钱,因为我一想到父母的惨死,就不敢胡乱花钱,一定要给自己多留钱养老。 在我七十岁那年,身患多种慢性病的我,就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,老伴身体也不好,根本没体力照顾我。 儿子要工作,没有时间照顾我,幸好我有多年存下的小金库,每个月还有按时到账的退休金。 于是我就带着小金库和退休金存者住进了养老院。 我选择的这家养老院,是我们这座城市,条件最好的一家养老院,各种设施一应俱全。 我为自己挑选了一个单人间,这样我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,就不会被人打扰。 我经常悄悄地给护理员塞红包,护理员收了我的红包,自然就愿意好好地照料我。 我住着舒适的单人间,护理员对我也很好,所以我在养老院里的生活非常惬意。 我觉得,一个人如果想要让自己晚年不受苦,就一定要为自己准备充足的养老钱。 就好比我,虽然老伴不给力,儿子也没时间管我,但因为我有足够多的钱,才能够选择更好的养老院,能够花钱买来最好的服务,从而让自己得以舒适地安度晚年。 第二位,黄大爷,我是一位八十岁的丧偶老人,自从老伴去世之后,我吃饭的问题,从此就没了着落。 为了省事,我不是吃泡面填饱肚子,就是去外面市场上买两个包子兑付。 估计,是我不良的饮食习惯,造成我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,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,直至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。 自从我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之后,就将四个儿女召集到家里,给她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。 我之所以将儿女们召集起来,就是让她们帮我想办法如何才能够妥善解决我生活不能自理的问题。 儿女们让我顾保姆照顾自己,我对她们说,但凡我有足够多的钱顾保姆,就根本不需要麻烦你们。 我每月只有不到四千块钱的退休金,付保姆的工资都不够。 儿女们要凑钱,解决我顾保姆的资金缺口。 但我却觉得这钱花得太不值,而女们都不是有钱人。 我不想因为自己养老的问题,给她们增加太多的经济负担。 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,我就被送到了已经退休的女儿家里养老。 女儿家里有三间房,可以腾出一间房,供我独自居住。 女婿是个老实人,不反对我去她家里养老。 既然我养老的问题得以妥善解决,我也就放下心来,豪爽地交出自己的退休金存折,向女儿郑重承诺。 只要她好好地照顾我,让我晚年无忧,我的退休金就全部属于她。 不仅如此,在我百年之后,我的房产也会给她多分,作为她照顾我的回报。 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成,所有人都认为,既然女儿付出了劳动,多分财产是理所应当。 女儿对我这样的安排也很满意,表态说她一定会好好地照顾我,绝对不会让我晚年受苦。 如今,我在女儿和女婿的精心照顾之下,不仅心情好了,身体状态也比以前好了许多, 在女儿家里的终老,是我最幸福的事情。 我觉得,在已经退休的儿女家里养老,绝对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情。 这样,不仅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问题,得到了妥善解决,儿女也得到了一份额外的收入。 对父母和儿女双方,都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。 第三位,魏阿姨,我和老伴都是巴逊老人,我们早就已经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。 虽然我们老两口早已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,但生活依然过得非常舒适。 我们之所以能够生活舒适,是因为我们给自己雇了一个住家保姆。 住家保姆姓吴,我们称呼她为吴阿姨。 虽然吴阿姨只是一个保姆,但是我们老两口却把她当作亲人一样看待,对待她甚至比对待自己的亲人还要好。 我们不仅每月给吴阿姨正常地支付工资,还经常性地给她发红包,家里只要有好吃的,我们都会让吴阿姨先吃,我们后吃。 我们之所以对吴阿姨这么好,是因为我们认为做人要将心比心。 既然吴阿姨照顾我们很辛苦,我们就应该做出相应的回报,这样她才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,才会心甘情愿地照顾我们。 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,就一定要对保姆好,我们只有让保姆开心了,保姆才会将我们伺候开心。 每次吴阿姨照顾我们的时候,我们都会客客气气地道声辛苦,我们这样的行为,让吴阿姨感觉自己被尊重,照顾我们就更加的起劲。 在吴阿姨之前,我们曾经请过一个住家保姆,那时候我们没经验,认为既然我们付给了保姆工资,她就应该无条件地照顾我们。 于是我们就经常性地呵断她,使唤她做这一做呢,如果她做的事情不能让我们满意,我们甚至会扣发她的工资。 我们越是对保姆挑剔,她就越是不好好做事,照顾我们也是马虎应付,没有一点积极性。 她仅仅坐了一个月就走了,在临走之前还说,像我们这样苛刻,不懂得尊重人的雇主,这辈子都不会孤到好保姆。 保姆离开之后,我们对自己做了深刻的反思,意识到保姆并不是毫无感情的工具,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 我们必须人性化地对待保姆,才能让保姆长期地留下来。 吴阿姨来到我们家之后,我们吸取了前一次顾保姆的经验教训,改变了之前粗暴的模式,对吴阿姨非常的尊重。 这样做之后,我们不仅享受到了吴阿姨,周到的服务,双方的心情也好了许多。 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,所以付给吴阿姨的工资比市价高出许多。 在金钱的趋势下,哪怕同时照顾我们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,每天都很辛苦,吴阿姨也心甘情愿。 我们在吴阿姨的精心照顾之下,晚年生活得非常幸福。 我们之所以能够晚年生活幸福,是由于我们不仅给保姆最高的工资,还把它当作亲人般对待,发自内心地对它好,所以它才会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们。 我们每个人都会老,都会有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一天。 一个人只要还能动弹,生活就会有无限可能。 一个人只要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,他的生活就只剩下一个可能,就是花钱买服务。 老年人花钱买服务的对象,可以是儿女,可以是住家保姆,也可以是养老院。 无论老人做怎样的选择,只要能够让自己得到更好的照顾,就是最好的选择。 老年人无论选择怎样的养老方式,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撑。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年轻的时候,未雨绸缪,为养老提前做好准备,以免真的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一天,不仅顾不起保姆,住不起养老院, 还会被儿女嫌弃,认为自己是无用的包袱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喜欢佛禅频道,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,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